OK,第一件事情就是未免干扰到讲座的进行 我们请大家就把那个microphone给mute掉 就是不要让那个杂音会干扰到我们讲座的进行 第二项就是那个摄像头就是camera 这欢迎你们打开 这样同时也可以让神父看到各位的参与者 而当你们想有问题要问神父或者想要分享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让你分享 第三件事情就是在Facebook的朋友也同样可以提问题的 不过我们需要你在Facebook的那边留言 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个Facebook的大使 就会帮你们在Zoom里面提问你所有的问题 第四件事情就是我们将会在11月的期间 就会举办一个落望圣经的这个评估 那么欢迎大家去踊跃参与 那么也可以作为这个落望福音讲座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可以测试一下自己对这个落望福音讲座的认识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还是很欢迎大家捐献 以维持这个活动的开销 如果有意的捐献者可以直接去到PayNow 把这个UEN号码T08CC4023DCA1 而在那个Remark的那个项目呢 就上John Donation就行了 谢谢 好 大家晚上好 听见了吗 好 听见了是吧 听见了 听见了 那么说我们今天晚上的话继续讲了 上次上三讲的话 第一讲是捣乱 然后第二讲 第三讲的话是进入正闻了 我们上两次讲的话 主要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 第一章是序言 然后耶稣召叫门徒 第二章的话 是耶稣清理圣殿 然后最后是耶稣显了一个 在加纳的汴水为酒的奇迹 然后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 耶稣就从加纳回到了哥伐屋 在那住了几天 我们今天晚上开始进入第三章 希望今天晚上从第三章开始讲 讲到第四章的二十六节 我们先看第三章 第三章的话是耶稣跟这个法利塞人 这个经师尼格德摩 谈重生的问题 我先把这一段给大家读一遍 第三章的一到二十一节 有一个法利塞党人名叫尼格德摩 是个犹太人的首领 有一夜他来到耶稣前向他说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 因为天主若不通他在一起 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 耶稣回答说 我是在告诉你 人除非有上而生 不能见到天主的果 尼格德摩说 神一年老怎样能重生呢 难道他还能再入母父而重生吗 耶稣回答说 我是在来告诉你 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 不能进天主的果 有肉生的属于肉 有神生的属于神 你不要惊奇 因为我跟你说了 你们应该有上而生 风随意向哪里吹 你听到风的响声 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有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 尼格德摩问说 这事怎么能成就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的师父 连这事你都不知道吗 我是在来告诉你 我们知道的 我们才讲论 我们见过的 我们才作证 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 若我给你们讲地上的事 你们伤且不信 若给你们讲天上的事 你们才会信呢 没有人上过天 出了那四天降下 而扔在天上的人子 正如梅色 同在旷野里高举了蛇 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 使犯信的人在他内得到永生 天主经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使犯信他的人不知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因为天主没有派遣词 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 而是为教世界借着他而获救 哪信从他的不守审判 哪不信的已受了审判 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 独生子的名字 审判就待遇词 光明来到了世界 世人却爱黑暗 善于光明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的确 反作恶的都憎恶光明 也不赖救光明 怕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 然而履行真理的 学来救光明 为显示出他的行为 是在天主内完成的 整个一段的话是 耶稣跟这个有名的经师 叫尼格德摩 谈重生 可以说整个的谈话的内容 可以说跟我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最根本的特能就是 我们获得了重生 可以说我们靠着水 靠着圣神 获得了重生 如果说没有重生的话 我们不能见天主 我们不能进入天主的国 然后呢 我们不拥有 永恒的生命 然后继续生活在黑暗当中的 所以说这一段的话 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做一个很好的翻评 每一句 然后呢 把重生的思想做一个很好的翻评 但是说 也是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山范的一个理解 第一节说 有一个法利赛党人 法利赛党啊 可以说在当时耶稣生活的社会当中啊 主要有三个党 可以说团体 可以说影响整个的 当时的犹太社会的 出于上层社会的 出于撒杜赛人 那么这群人的话 有四季的家族跟长老组成的 长老呢 他们的话可以说 当时社会里面的话 他们有地产的 相当于地主一样的 他们有地产的 那么四季家族的话 是靠圣殿生活的 这是一个群体 法利赛党的话是很大的 可以说法利赛党人属于社会的 可以说中层阶级啊 中层阶级 他们有自己的职业 比方说做手工业的 或者说做其他的 他们有自己的职业 然后呢 他们主要就是说 对法律 对整个的 梅色的传承啊 特别的严格的专守 有他们的思想里面的话 人要获得救恩的话 首先要靠守法律的 可以说 守法律可以让人获得救恩的 这是他们的思想 说法利赛党这个词 名字意就是说 被隔离出来的一群人 他们就说生活的话 特别圣洁啊 完全的严格守法律啊 每一个星期两次守斋啊 然后呢 很好的把自己的 可以说钱的话 十番之一奉献给圣殿啊 然后关心这些乐为人 私记的生活啊 他们严格的守法律的啊 同时他们又是精师啊 大部分的法律赛人啊 也是精师的 他们的话 深暗这个圣经 对可以说对圣经的 对法律的解释的话 他们也很熟悉的 他们很受尊重的一群人啊 法律赛人 那么另外一群人的话 就是政治方面的啊 称的是匕首党啊 他们想的是靠着武力 来推翻罗马政权的啊 那么再一个的话 就是生活在旷野里面的 四海周围的啊 称作是这个 这个 塞尔呢 啊 他们是叫五木兰团体 他们过一个引修生活的啊 让他们整个世界是 堕落的败坏的 所以说 他们离开了这个 这个犹太社会 离开了圣殿 然后在旷野里面 过一个可以说一个 苦行增的生活啊 他们让他们自己是光明之子啊 如果说墨西亚来了 首先会到他们那儿去的啊 他们是第一批 要获得救援的人 那么法利赛 法利赛人的话可以说 在当时社会里面的话 是很有影响的 受人尊敬的啊 懂法律的啊 然后呢 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 可以说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 称作是公益会 San Hadrian啊 公益会 公益会的话 有72位人组成的 72个人组成的啊 有司机一部分 有长老 然后呢 大部分的话是法利赛人啊 那么72位人的话 可以说组成了 当时的公益会的这个结构啊 这个这个最高的权力机构的啊 他们是成员 那么说 这个叫尼戈德摩的 是犹太人的首领 首领的话 他属于这个公益会的 他是公益会当中的 一位议员啊 有权力的 有一夜 他来到耶稣前 向他说 他是在晚上来找耶稣的 在荣王福音里面的话 夜晚发生的事情的话 两件事情是 一个是尼戈德摩 晚上来见耶稣 另外一个的话 在最后晚餐厅里面 当耶稣给门徒吃完娇以后 要开始吃晚餐了 然后呢 出卖耶稣的卢达斯 离开了耶稣 当时真是黑夜 我们说 在晚上来见耶稣的 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 因为他怕其他人知道 他可以说 去看耶稣 去接近耶稣 因为耶稣的话 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可以说 当时上层社会的人的话 对耶稣就是 还有批评性的 经师啊 司机们 都是很有批评性的 所以说 他那一方面是害怕 晚上来看耶稣 而另外一方面的话 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可以说 这个尼戈德摩 作为一个法律塞人 他认为的话 人的话 考着受法律啊 就可以获得救恩的 其实的话 他本身啊 还没有生活在救恩当中的 可以说 他还生活在黑暗当中的 他本身还处在黑夜当中的 所以说 有一个晚上 他来到耶稣干潜了 然后呢 在第二章里面 我们讲过了 耶稣的话 在耶路撒冷 清理了圣殿 也显了很多奇迹 最后句话就说 当时有很多人 信从了耶稣 耶稣认了他们的心 耶稣却不相信他们 也就是说 这个尼戈德摩的话 在耶路撒冷 在圣殿里面 经验过耶稣做的事情了 他对耶稣的话 有一份信心啊 你说一句话的话 你也是从天主来的师父 如果天主不跟你在一起的话 你不可能行那些事情的 可以说 他对耶稣的话 已经有了不凡认识了 然后耶稣的话 就给他开始谈到一个 可以说进入正题了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可以说 为每一个信徒 为每一个人 一个最甘板的问题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人除非有上二生 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有上二生 有上二生 在这个序言里面 我们讲过了 做一个信徒的话 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不是有血肉 不是有难欲 不是有肉欲所生的 而是有天主所生的 可以说 我们的可以做一个信徒的话 我们的甘啊 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 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上的 是来自天主的 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 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啊 是来自天主 这是一个可以说 是一个超性的生 是来自天主的 来自天主的 除非有上二生啊 可以说 整个的生命的话 新生命的话 是赐给我们的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远找不到新生命的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 这个属于天主的生命的 我们要从上 从上获得一个新的生命的 是来自天主的生命的 如果一个人的话 不是从上二生的话 不是来自天主的话 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你可以说 在生活当中 唯一一个信徒来说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可以体验到 感受到天主的灵在的 能够经验到天主国的灵在的 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信仰呢 没有这个超性的生命的话 他不能看到的 不能经验到天主的灵在的 然后尼克德姆的话 很实际 因为他的话 还没有一个信仰 他说了 人已经年老 怎样重生呢 他误解了 可以说 耶稣讲的话了 他讲的话 重生是什么 是重新回到母胎里面 再生一次的 我们说 在网友福音里面的话 可以说 有很多时候呢 人的话 首先对耶稣所讲的 产生了误解 不了解 因为他这是看到一个 可以说 是一个属丸子的意义 就是这一层的意义 没有认识到一个属灵的 属灵的意义 他没有认识到的 所以尼克德姆的话 首先是对耶稣所讲的话 可以说一个误解 说人怎么能重生啊 年老了 怎么能回到母胎里面去重生呢 耶稣的回答 耶稣说 第五节 人除非有水 和圣神而生 不能进天主的国 也可以说 我们获得一个 来自天主的生命的话 是靠两种 靠两个因素的 一方面是水 而另外一方面的话 是圣神 那么说若汉来的话 宣讲的话是洗礼 是水的洗礼 就是说 若汉来的话 他带来的话是水的洗礼 水的洗代表什么 代表的话是悔改 代表是补熟 可以说水的话是 可以说 让人获得洁净的一个过程 水的话是补熟 是悔改 那么说若汉的洗礼的话 不能带来一个新生命的 那么若汉的洗礼的话 是水的洗礼吗 可以说 这是给我们 让我们悔改的 做补熟的 等待的 做准备的 第二个因素的话 是圣神 其实的话 就是我们翻译的话 当然说 这个翻译的词 有时候很多 让我们产生很多的误解 在那这个词的话 可以说 希腊本 希伯来本叫 Ruach Ruach 希腊本叫 Noima Noima 其实的话 这个词的话 就是说 风啊 气的意思 生命的意思 他的本身也就是说 这个Ruach 就是创世纪的 创世纪一章里面 然后呢 上主的神啊 在水面上运行啊 可以说是像一股风一样的 像一股气一样的 可以 然后在创世纪里面 第二 第三章里面 可以说 天主的话 用泥土造了亚当 然后吹了一口气 吹了一口气的话 亚当就有生命了 可以说 这口气的话 就是圣神 就是这个Ruach 就是生命的 就是人的生活的气息啊 可以说 这个气息的话 就是说 天主的话 把他的生命的气息的话 吹给了我们 然后赐给了我们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了 可以说 人获得重生的话 靠着水 是悔改 做不熟 然后获得洁净 因为一个的话 是天主给我们一个生命 给我们一个Ruach 把这个圣神的话 这个气啊 赐给我们 然后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话 特别是 厄泽克尔先知书啊 这个先知的话 是在冲军的先知 公元前的第六世纪 他们处境巴比伦了 那么这个先知的话 也是被当时的巴比伦的 带到 从圣城耶路撒冷 带到巴比伦去的 然后他在巴比伦的话 讲预言 讲先知的话 他讲到 用 讲到一个预言了 要在未来发生的事情 在未来的话 要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上主的话 要用清水来洗净他们 然后呢 祝他们圣神啊 让他们获得新生命的 祝他们圣神的 可以说 在旧约里面 先知所预言的话 在耶稣身上 就要实现出来 耶稣来的话 就要带来圣神 把天主的气息的话 赐给我们 我们后来的话 会看的话 在《若王福音》十九章 可以说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了 然后他又交付了 可以说 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 然后耶稣复活 祝你们平安 然后向他们叙叙 向他们叙了一口气 把这个生命赐给他们 然后的话 第六节的话 有肉生的属于肉 有神生的属于神 如果说你们看《创世纪》 《创世纪》的话 从第三章 一直到第十一章 可以说是一个人的话 堕落的历史 第三章 加因杀了亚伯尔 然后人很多罪恶 第六章 后来的话是洪水灭世 巴比尔邪塔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是第六章里面 第六章第七节里面 这个圣经最爱的话 就是说天主的气息 离开了人 所以人是属于血肉的 人真的或120岁 如果说一个人的话 不拥有天主的圣神的话 这是属于血肉的话 什么又一个永恒的生命的 有肉生的属于肉 有神生的属于神 除非我们拥有天主的这一口气息 这个生命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的 然后第八节 风随于向哪里吹 你听到风的响声 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有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 风啊 这些词的话就是 这个Rach 这个Neumann 可以说圣神这个词 都是可以说 跟风 跟气 跟圣神 都是同一个词 我们这的话 风随意吹 你听到风的响声 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 这的话可能为我们 含有启发的 可以说耶稣复活以后的话 把圣神交付给我们了 圣神来的话 是为了更新整个大地的 更新整个世界的 那么圣神像风一样的 圣神的话 是不受人的限制的 可以有人想的话 圣神真的在教会当中 可以说教会的话 可以把圣神完全占有的 不是的 可以说圣神的教会之外的 圣神也可以引导外教人的 可以说圣神的风是随意的吹 可以说没有一个人 可以限制天主圣神的运作的 是那像风一样的 这个耶稣复活以后 吹出这口气的话 赋予的这个圣神的话 是来更新大地的 改变整个人类的 不光是教会的 可以说教会的灵神 教会的灵魂就是天主圣神 那么教会的话 就是可以说是天主圣神 运作一个工具 靠着教会的话 天主圣神的话 可以来圣化 来改变整个世界 可是圣神的话 不光在教会内 也在教会之外 在整个世界上 像风一样的 犯有圣神而生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抱着 一个开放的心 所以说要展开 跟其他的宗教人士 算是跟一个无传乱者 要展开对话的 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上 若是我们看了 凡尔大王会议 特别是教会宪章 也就是传教法令 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的话 发生那些有善意的人 都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 谈话的对象的 有善意的人的话 就是说有天主圣神 在依照他们的 可能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话 他没有认识到 但是天主圣神会感动他的心 做出人 做不出来的事情的 尼哥德摩说 这是怎么成就呢 然后第十节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的师父 你俩这事也不知道吗 你是以色列的师父 所以说这个尼哥德摩 You are the teacher of Israel You are the teacher 你是以色列的师父 证明这个尼哥德摩的话 这个身份很高的呀 The teacher 以色列的师父 特别的 我们说在这儿的话 我们也看得出来的话 如果说一个人的话 没有天主圣神的引导 尽管说 尼哥德摩 对整个救药法律 对美色法律 很了解 可是他没有了解到真精神 对法律的先日书很了解 可是没有了解到 所有的美色武术 先日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都是指向墨西亚的 可以说 整个的救药圣经的话 是预言了墨西亚 耶稣基督的来临的 可是尼哥德摩的话 尽管是一个 很有名的精士 你是以色列的师父 可是还是不懂的 还是不懂的 那下面耶稣讲了 我们讲来我们见过的 我们作证 我们才作证的 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作证的 在整个的乱奥福音里面的话 可以说耶稣是天主 指的身份很清楚的 只有他看见了天主了 只有他 他就是天主 他和天主附在一起的 所以说他来给我们做见证的 他是从天上而来的 给我们做见证的 也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真的说 可以走向耶稣是道路 耶稣是真理 耶稣是生命 可以说也只有通过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天主 不光是认识天主的手 天主的手的话 天主冲到工程了 整个世界是天主冲到工程了 不光是认识天主的手 还认识天主的心 可以说靠着耶稣基督 靠着天主圣神的话 不过看外面的 可以说进入到里面去的 去认识天主慈悲的心 认识天主的计划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 靠着耶稣的见证 我们可以认识到的 说我给你们讲地上的事 你们伤且不信 我给你们讲天上的事 你们怎会信呢 地上的什么事啊 就是风啊 就是重生啊 就是水跟圣神啊 我给你们讲发生在你们身上的 要发生的事情啊 可以说一个信徒 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讲天上的事情呢 你们怎么会信呢 可以说 在最后的晚餐厅里面 耶稣说了 我给你们讲了好多事情 但现在你们不明白的 他说当真理之神来了以后的话 他要引领你们 进入一切真理 可以说耶稣复活以后啊 要遣发圣神 就在圣神的 可以说感召 光照之下的话 我们才能认识到 耶稣所宣讲的 有关天主的事情 这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的 十三节 十四节 十五节 就说 没有人上过天 除了那自天降下 而仍在天上的人子 可以说 耶稣的话是 可以说 从上而来的 来自天主的 他成为人 可是他还是天主子 可以说 耶稣的话 取了人性 跟人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 那么说 耶稣的天主性 跟耶稣的人性的话 成为一个位格 成为一个 结合在一起的 可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经验到 我们看到 不光是耶稣这个人 可以看到 耶稣的 耶稣就是天主 耶稣是天主子 从天下来的 仍在天上的 十四节 成为梅色 曾在旷野里面 高举了蛇 人子也照样 被举起来 使凡信他的人 在他内得永生 那么说 梅色在旷野里面 高举了蛇 这是在出古记里面讲的 当时人的话 抱怨梅色 说他们没有喝的 没有吃的 然后呢 天主就生气了 派了很多的火蛇 来咬伤他们 当时很多人都死掉了 然后他们就哀求了 就梅色给他们转求了 梅色转求了 天主就说 你造一个铜蛇 放在木杆上 发现 赞扬这个铜蛇的人 他就可以获得治愈的 梅色在旷野里面 高举了蛇 到今天为止的话 如果说你们仔细观察的话 所有的药店里面的话 这个标记 就是一条铜蛇 放在木杆上一条铜蛇 代表的话 代表就是说 给人可以说 可以获得健康 可以获得治愈的一个标记 高举了蛇 这句话的话 是指向耶稣的死亡 然后耶稣的可以说 其他的三部对象福音 讲的话 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可以说 耶稣受苦的 被钉在十字架上 若望福音的话 跟三部对象福音 马斗 马尔姑 路加 不一样 可以说 在若望福音里面讲的话 耶稣的话 被钉十字架 不是一个苦行 而是说 耶稣是被高举的 在十字架上 可以说 耶稣完全回归天主父了 回归天主了 通过十字架的话 耶稣跟天主结合在一起了 十字架 就是耶稣登基的地方 可以说 在十字架上 耶稣被高举了 然后成为天主子了 是一个受举扬的地方 受人崇拜的地方 可以说 这是若望福音里面讲的话 就是说 耶稣的受定的话 是一个受光荣的时刻 受光荣的时刻 被高举的时刻 然后呢 当耶稣被高举以后的话 他要吸引万众来归向他的 在十字架上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被高举了 所有人的话 都要赞扬他 然后所有赞扬他的人的话 都可以获得救恩 这是这句话 要表达的这个意思 十六节 天主经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是凡信他的人 不知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所以整个的话 如果说我们看的话 整个的历史 可以说 创造 拯救 耶稣基督的诞生 教会 所以的话 根源的话 就是天主的爱 可以说 天主的爱的话 可以说 天主的话 在天主内充满了爱的 然后天主的爱的话 要留意出来的 天主真的的话 是关系性的 父子圣神的 相互的 共荣的 爱的 这份爱的话 要留意出来的 然后这爱的话 就是 这份留意出来的话 就是带来的创造 带来的救赎 带来耶稣基督诞生的 带来圣神的 可以说 天主爱了世界了 然后呢 浅发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话 又派遣了圣神 到世界上来 然后带人 在圣山内的话 人可以重新 回归天主的 可以说 整个的话 就是 所有的话 是来自天主的爱 天主的派遣圣神 派遣他的圣子 到世界上来 然后天主圣子 派遣圣神 最后的话 在圣山内的话 带领我们人 回归天主的过程 整个的话 这一个 可以说 这个圆圈的话 就是说 来自天主的爱 然后在天主 圣神内的话 又回归天主爱的过程 天主竟这样 爱了世界 浅发了自己的独生子 然后耶稣基督的话 呼出了自己的圣神 在圣神内 可以完全的 回归天主的爱的过程 十八节 哪信从他的 不受审判 哪不信的 已受了审判 可以说 耶稣来的话 耶稣来的话 是给我们带来救恩的 不是来审判我们的 这一点的话 也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耶稣跟若翰做比较 若翰来的话 全部是一个恐怖的消息 可以说 天主的审判到了 凡是不结好果实的树 都要被砍掉 扔到火里面去的 是一个恐怖的 让人悔改的 耶稣来的话 可以说是 是一个新郎 跟新娘 结婚的时刻 是一个喜宴 人的话 要接受这个 耶稣的邀请 去信送他 然后参与这个 宴席的过程 可是很多时候呢 耶稣来了 邀请我们 这个欢宴应 安排好了 可是很多人的话 拒绝参加这个宴席的呀 找好多借口 我刚结了婚 我刚买了两头牛啊 我刚买了土地啊 我不能去参加 凡是信从的人 不受审判 哪不信的人的话 应受了审判了 应受了审判了 可以说 在耶稣山上的话 就是一个翻水岭 你相信耶稣的 你接纳耶稣的邀请的 然后你获得了救恩 你不相信耶稣的 你拒绝接纳的 你应受了审判的 你应受了审判的 那么审判的话 十九节就在于此 光明来到世界上 世人的话 爱黑暗 胜欲光明啊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可以说 除非一个人生活当中的话 就是说 从内心里面的话 是寻求真理的 追求真理的人的话 他能去走向真理 耶稣基督摆身 耶稣就是真理 耶稣说 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可以说 一个人如果生活当中的话 不寻求真理的 不会跟耶稣基督相遇的 他生活在黑暗当中的 如果说 一个人寻求真理的话 真理就是光 真理就是光 这个希腊版叫阿赖太亚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打开的意思 展示出来的意思 可以说是光明的意思 阿赖太亚 这个真理 跟这个光明 两个词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同义词 如果说 我们寻求真理 我们就生活在光明当中 耶稣的话 就是真理 就是世界的光 我们寻求的话 一定会跟耶稣相遇的 如果说 我们不寻求真理 生活在黑暗当中的话 那么说 就跟耶稣没有关系了 失去了跟耶稣相遇的机会了 二十一节 凡是履行真理的人 就来救光明 可以说 一个人生活在真理当中的话 真理的话 阿赖太亚 就是光明的意思 展示出来的意思 然后我们的话 生活在真理当中的人的话 一定很清楚的话 会走向光明的 耶稣就是光明 耶稣就是真理本身的 然后今天晚上的话 还有名的 跟耶稣谈话的对象的话 叫尼格德摩 他晚上来看耶稣的 可以说 他是在寻求真理的 可是真理的话 他还没有拥有真理 所以还生活在黑暗当中 在晚上来看耶稣 那么说 他跟耶稣的这番谈话 他现在是不懂的 就说 一个人的话 年老了 怎么能重生呢 耶稣给他讲了 如果说我们看整部的 若王福音的话 那么说 这个若王作者的话 写得很有技巧的 告诉我们的话 这个尼格德摩本身的 他的生命的改变 第三章的话 在晚上来看耶稣 第七章 当工业会的话 要抓纳耶稣的时候呢 他站起来 为耶稣做辩护的 我们会讲到 若王福音第七章里面 这个尼格德摩站起来 就说 你们怎么能 随意审判一个人呢 定义了罪呢 首先要听啊 可以说要先去 听这个口证啊 让他能去审判一个人 第七章的话 他为耶稣做辩护 然后呢 当耶稣被定死以后的话 十九章 他的话 这个阿里马他人若瑟 这个阿里马他人若瑟的话 可以说把耶稣的尸体 取下来 然后放在墓墓里 那么尼格德摩也来了 带了一百斤的墨油 跟乳香啊 来抚摸耶稣的尸体啊 一百公斤的 可以说一百公斤的话 这个数量相当于一个 君王的葬礼 可以说国王的葬礼 那么说 这几个举动的话 看出来就说 尼格德摩发生一个彻底的改变了 从一个想着通过法律来获得救援的人 然后变成耶稣的门徒 称了耶稣是君王 耶稣是墨西亚的 那么说尼格德摩的话 也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的过程 那么说第三段的话 一到二十一段的话 重点的话就是重生啊 重生的是靠什么 靠着水 然后靠着圣神 水的话是回改洗涤 让人做准备的过程 如果说这是有水的洗礼不够的 我们的宗宗大师会看到好多地方的话 比方说这一个阿波罗 这个人的话 还会宣讲 给人也受洗 但是的话 没有给人 可以说没有给人 这个圣神的洗礼 所以后来的话 宗宗要带他 继续给他讲的话 就接受圣神 所以说人的话 重生的话是靠着水 另外靠着圣神 那么圣神的话就是天主的气息 天主的生命的 天主的神的 给人的话 重生的话是靠着水和圣神 特别是厄德克尔先生说的话 据个圣经里 已经做了一个预言了 三十六章 那时我要在你们山上 洒清水 洁净你们 净化你们 脱离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 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 在你们五内 注入一种新的精神 这种精神的话就是 就是天主的气息 从你们身上出去 写实的心 给你们放上一颗血肉的心 我要将我的神 赐予你们五内 神 天主的生命 天主的气息 是你们专守我的规律 各守我的诫命 且一一实行 可以在旧约圣经里 又有预言了 耶稣来的话 真的是带来圣神的 赐予我们新生命的 下面我们再看的话 第三章的话 二十二节到三十节 通过若翰对耶稣的反应 对耶稣的传教的工作的反应 看出来的话 在若翰山上才能体验出来 作为一个教会的人的话 一个教会的一番职务 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先把这段给大家读一读 若翰福音第三章 二十二到三十节 此后耶稣和门徒来到犹太地 同他们一起住在那里拾起 那时若翰也在雷进 撒林的恶埃农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 人们常来受洗 那时若翰伤未被投在监狱里 若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 关于取杰里发生了争辩 他们便来到若翰前 对他说 拉比 曾同你一起在若旦河对岸 你给他作证的那位 看他也实习 比较重人都到他那里去了 若翰回答说 人不能领受什么 除非有天上的赏赐 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证 我曾说过 我不是墨西亚 我这是被派遣为他做先驱的 有新郎的 有新娘的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 势力敬听 你听到新郎的声音 就非常喜悦 我的喜悦已满足了 他应该兴盛 我却应该衰尾 那么说 耶稣跟尼格德姆 讲完了重生的问题 然后的话就去了 可以说 去了尤达的旷野里面去了 尤达旷野里面的话 那么说就是越旦河 那么在那儿 若翰跟他门徒生活在旷野里面的 然后呢 他们是给人洗礼的 水在洗礼的 那么水在洗礼的话 就是悔改的表示的 为了逃脱天主的惩罚的 一个水的洗礼 那么耶稣的话 也有他的门徒的话 我们看在第一章 第二章里面的话 耶稣开始招叫门徒了 那门徒跟随耶稣了 那么耶稣的跟他门徒 也下到那个地方去了 那么耶稣的门徒的话 也开始给人洗洗 当时若翰还没有被放到监狱里面去 那么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的话 就是说 若翰的话是很轰动的 若翰起来宣讲的话 很多人的话都开始去接受若翰的洗礼了 那么也看若翰的实位 像充满了厄利亚精神的限制 可是若翰的话 从来没有显过一个奇迹的 如果说我们看四部福音书 从三部对观福音到若翰福音 有关若翰的记载的话 若翰没有显一个奇迹的 若翰的话就是宣讲 然后给人实洗 耶稣的话跟若翰有个很大的不同 耶稣一开始的话 就开始显奇迹 在圣殿里面 在加纳 所以说耶稣的名声变得化会越来越大 本来说人的话都很看重若翰的 可是耶稣来的话 他显得奇迹 他的宣讲的话更有这个推动力 我说很多人的话都到若翰 都到耶稣那里去了 但很多时候想来 从人性角度来说的话 如果说你的粉丝越来越少了 然后其他另外一个神父的粉丝越来越多了 你心里会怎么想的 例如说两位神父在一起的话 可能的话一个人性的话就会产生嫉妒了 心里不满了 可以说 那么这的话 纵然都到耶稣那里去了 然后耶稣 若翰的话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在我们教会里面 可能那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的话 我们神父了 主教了等等等等等等了 可能那时候这个心态 可能说比方说边来有成绩了 边来比你做得好了 然后你怎么 有什么心态去看这个问题 可能可能那时候 如果说产生了嫉妒 产生了反正的话 然后为整个的教会事业 会带来一个很多的伤害的 所以说若翰的话 他的精神 很值得我们真的说 看到若翰的话 看到一个在教会里面的话 真的说在教会里面服务的人的话 应该永远的精神是怎么样的 他做了一个回答 可以说三点 第一点的话就说 人不能领受什么 除非有天上的赏赐 这是他对职务的认识 若翰是先知 他来宣讲的话 可以说这个先知的这个职务 是天主赐给他的 不是他自己获得的 如果说不是有天上的赏赐的话 人不能领受什么的 可以说职务是天主给予的 职务是领受的 可以说不是在我本身有什么能力 可以说职务是给予了我 是来自天主的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的 韩大人讲的 我必他能会宣讲 我必他读书读得好 我应该拥有这份职务 不是的 可以说在教会 所有职务的话 都是天主赐给我们的 是天主给予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话 除非有天上的赏赐 人不能领受什么的 所以说所有的职务 所有的教会内的职务 是服务的职务的话 都是领受的 都是领受的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这个若汉的心态 我不是墨西亚 我不是厄利亚 我也不是那位先知 我这是旷野中的呼声 然后为上主铺路的 做准备的 这个心态真的很伟大的 可以说若汉的话 完全的话就是 可以说完全地否认自己 我不是墨西亚 我也不是厄利亚 我也不是梅瑟 从原来位先知 我这是旷野中的呼声 为主做准备的 可以说在教会里面 服务的话 但是说不在于你人怎么样 你长得怎么样 你会讲几种语言 你受什么教育 这都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 所以甘板的话 你就成为天主的一个声音 可以说通过你的话 天主可以讲话 通过你的话 天主可以把教会带给人 你是个工具 你是个工具的 会有一个完全谦卑的精神 完全谦卑的精神 我这是被派遣的 我这是旷野中的呼声 然后把自己的整个的 自己的整个的使命的话 第三点的话 整个使命看到什么 就是我这是伴郎啊 有新娘的是新郎 耶稣是新郎 那么说可以说 教会团体的话是新娘 我那是什么 我是伴郎 我来的什么 就是说可以说 可以说让新娘跟新郎 可以相遇的 然后我的喜乐是什么 就在于新郎跟新郎 在一起的喜乐 就是我的喜乐了 可以说在教会里服务的话 我们带人的话 是走向耶稣基督的 不是走向我们人 是走向耶稣基督的 我这是伴郎 真的说 真的这高峰啊 是在于新娘跟新郎 他们要结成欢愿 我这是伴郎 我听到新郎的声音 我的喜乐已经满足了 然后下面一件 下面这句话 三十节的话 可以说是对若翰的 整个的一生的一个总结 他应该长大 我应该缩小 可以说耶稣的话 应该越来越大 我的话应该是 越来越小就好 那么是说后来的话 十六世纪 这个耶稣会的 创始的会主 圣伊纳觉 说这样一句话 叫欲显主荣啊 欲显主荣 就是说可以说 在做那么一件事情的话 让天主获得最大的光荣 不再由我 可以说我做所有事情的话 就是为了彰显 天主的光荣呢 欲显主荣啊 可以说做每件事情的话 让天主获得最大的赞美 最大的光荣 这是我们可以说 在教会里面 服务的人应该拥有的 从若翰山上 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话 这四个方面的话 所有的职务 是来自天主的 然后我的话 拥有一颗谦卑的心啊 我这是呼声 我这是呼声 谦卑的心 然后我的话 这是我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手指的作用的 作为伴郎啊 指向耶稣的 指向新郎啊 然后呢 我生活的高分就是说 去分享新郎 跟新娘的反喜乐 听到新郎的声音 我应满足了 可以说 我的话是指向新郎的 指向新娘的啊 我这是伴郎 不是指向我自己本身的 然后咱们去说 圣文在那的话 就是说 耶稣要长大 我要缩小 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 好 有一个报告 就是在Facebook上的朋友呢 如果你们想问神父问题 就在留言那边 把你们的问题 给写出来 那么我们在Facebook那边呢 会有我们的Facebook大使 会帮你们在Zoom这边 提问 向神父提问 谢谢 现在我们讲的话是第三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 这儿的话就是 这七节的话 有一个很深的可以说神学的思想 讲这个基督乱的 我先给大家读一读 三十一节 那又上天而来的超越一切 那出于下地的是属于下地 他对所见所闻的 他对所见所闻的予以作证 却没有人接收他的见证 那接着他见证的人 就证实天主是真实的 天主所派遣地讲赖天主的话 天主把圣神无限量地赐给了他 父爱子 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 哪信同子的便有永生 哪不信同子的 不但不会见到生命 把有天主的意怒藏在他身上 这一段的话讲出来 就是说耶稣的身份 耶稣基督的身份 称到是基督论 可以说有五个方面的 第一个的话 耶稣的话是来自天主的 是从上而来的 我们是所有的人的话 亚当的子孙 都是属于下面的 属于血肉的 我们是属于下地的 如果说没有耶稣基督 从上而来的话 我们没有天主的真理 我们还生活在黑暗当中 我们还生活在死亡当中的 可以说耶稣基督的话 是从上而来的 他是来自天主的 就他可以给我们讲述 有关天主的事情 如果说没有耶稣基督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认识天主 找到天主的 第一点的话是从上而来的 从天主来的 然后第二点的话 耶稣来的话是做见证的 他对所见所玩的予以作证 可以说耶稣来的话 就是说启示 见证的 给我们讲述 有关天主的事情的 在西元里面讲的话 只有那点父怀中的子 给我们详述了 他可以说 跟天主在一起的 他就是天主本身的 所以说他可以讲述 有关给我们讲述 有关天主的事情的 他来的话是做见证的 然后那接受他见证的人 就证实天主是真实的 如果说一个人有了信仰了 相信了 接纳了耶稣的见证了 然后他就证实天主是真实的 这个词就是说 verum 这个词真实 verum verum 真理的意思 也就是什么 在生活当中 人可以改变的 人的中性的话 但是有时候呢 不是永恒性的 那么天主是真实 就是说 天主爱我们 然后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我们对他怎么样 对天主怎么样 天主的爱的话是永恒的 永远不会改变的 那么天主的中性的话 对我们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证明天主是真实的 比如说 天主爱了我们 天主监选了我们 天主永远会爱我们的 天主爱是永远在的 人可以拒绝天主的爱 但天主的爱的话是永远在的 证明天主是真实的 第三点 第四点的话 天主负责派遣的子的话 因为天主把圣神 无限量的赐给了耶稣基督 所以说 耶稣基督是天主圣神的承载者 就是我们特别看的话 对观福音 特别是路加福音 耶稣诞生的话是 马利亚是因着圣神而受孕的 可以说 耶稣的整个的生命是来自天主圣神的 当耶稣整个一生的话 路加福音第四章 当耶稣开始公安传教以前的话 也说的话 上主的神灵欲我身 因为他给我付了友 派见我 向王者宣告复明 向被求的人宣布释放 然后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念 可以说 整个耶稣的一生的话 他是充满了圣神的 然后呢 他是靠着圣神来宣讲 在圣神的话是驱魔的 治病的 然后当耶稣复活以后的话 要把圣神的话赐给我们的 可以说 耶稣来的话 天主把圣神无限量的赐给了耶稣基督的 耶稣成为圣神的承载者 然后他来的话 会把圣神的话赐给我们的 当耶稣复活以后的话 要把圣神的话 须一口气给我们的 把圣神赐给我们的 这是第三 第四点的话 父爱子 并把一切交给他手中了 可以说 父属于父的 就属于子 可以说 父把一切的话 都交给了耶稣基督 交给了天主圣子 交给了耶稣基督 父所拥有的话 就是子所拥有的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 哪信从子的 便有永生 可以说 耶稣的话 成了一个标准 最后的标准 所有的是审判的话 就是看耶稣基督了 如果说我们看的话 马度福音25章 最后的话 天主的审判人的话 就是一个标准 当我口嗑的时候 你们给我喝的 当我作奸的时候 你们来探望我 当我生病的时候 你们来照顾我 可以说 耶稣的话 把自己的话 干那些最小的 软弱的 需要照顾的 生病的 没有自由的人认同 那么说 人对那最小的所做的 就是对耶稣所做的 那么说 耶稣成为一个标准 反正信同子的 便有永生 反正不相信的话 不但不会见到生命的话 反而有天主的异怒 在他身上的 可以说 耶稣成为一个 最后的审判的标准 我们整个一生的话 就是说 要追随耶稣基督的话 追随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可以说 让自己的话 整个一生的话 跟耶稣基督看齐 因为它是最后的标准 我们是 相信接纳耶稣 还是拒绝 不相信他 他要成为一个标准 可以说 在耶稣身上 要辨别出来 是受审判的 还是接受了恩宠 然后第四章 耶稣的话 要谈活水 可以说 第三章的话 是谈重生 第四章的话 给另外一个妇女 叫撒玛尼亚的妇女 谈活水的外体 生命的活水 我们先看的话 第四章的话 第四章很长 我们今天的话 先看的话 第四章的第一节 到第十五节 我先把这一段 先给大家读一读 耶稣一知道 法利塞人听说 他一收徒 实习比若汉还多 其实耶稣本人 并没有实习 而是他的蛮徒 便离开犹太 又往加利勒亚去了 他必须途经 撒玛里亚 于是到了撒玛里亚的一座城 比较西河尔 靠近亚哥伯 给他儿子 若瑟的庄前 在那里 有亚哥伯犬 耶稣因行路疲倦 就顺便坐在 拳旁 那时 大约是第六时辰 有一个撒玛里亚 撒玛里亚妇人 来积水 耶稣向他说 请给我点水喝 那时他的门徒 一往城里买食物去了 那撒玛里亚妇人 就回答说 你既是个犹太人 咱们向我一个撒玛里亚妇人 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里亚人 不相往来 耶稣回答他说 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 并知道向你说 给我水喝的人是谁 你或许早求了他 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 那妇人问他说 先生 你连积水器也没有 二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那活水呢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 雅各伯还大吗 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 他和他的子孙 一亿他的牲畜 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 耶稣回答说 放喝这水的还要再客 但谁喝了我醉他的水 便永远不客 并且我赐给他的水 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 夫人说 先生请给我这水喝吧 免得我再渴 也免得我再到这里积水 那么说这一段的话 就是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谈话 从自然的水 可以说让人解磕的水 然后引导这个妇女的话 到一个灵性的角度 灵性的高度 活水 第三章的话 那么说耶稣带领这个 有名的经师 尼格德摩 重生 重生的问题的话 那么尼格德摩理解的话 就是说回归母胎里面 再生一次了 叫重生了 耶稣带他的话 就是说 这个重生的话 是从上而下的生 来自天主的 靠着水干圣神的 可以说 从一个物质的角度 带他躲向一个 灵性的高度上去的 那这儿一样的 耶稣要带这个撒玛利亚妇女的话 从一个普通的自然的水 到一个灵性的水 活水 所以说我们读Rawang福音的话 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成长过程 慢慢脱离物质的东西 然后到一个灵性的高度上去的 所以说 耶稣谈话的话 就带我们 从一个普遍的 可见的 物质的 到一个不可见的 一个属灵的 精神的层面上去的 所以说我们 也要跟着 整个的谈话 我们自己本身的话 我们的灵性 也要成长的 灵性生命也要成长的 从一个 通过这个可见的东西的话 到一个不可见的 通过物质的 到精神的 通过物质的 到属灵的 这是一个发展过程的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他讲的话 就说 法利塞人的话 听到耶稣要收埋徒了 然后收到埋徒的话 比若翰还要多 法利塞人的话 他们的话可以说 属于这个公益会里面的 他们属于可以说 整个的当时的宗教的 权力机构 那么耶稣收埋徒了 然后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了 他们觉得 然后觉得又威胁了 那耶稣就开始回避了 可以说耶路撒冷 犹太地区的话 是整个的 犹太人的宗教政治的中心 这里发生的事情的话 会很引起人的关注的 那么说 耶稣的话 开始一个策略的话 开始要 就是说 回避这种 可以说正面的冲突 跟当时的 经师 司机 法利塞人 正面的冲突 所以说 耶稣的话 要离开犹太地区 从南部的 犹太地区 然后回到北部的 加勒勒亚区 那么说 南部犹太地区 北部是加勒亚 是耶稣的故乡 拿大勒 加纳 各法翁 都是在北部的 加勒勒亚的 中间的话 是撒玛里亚 耶稣的话 可以说 要从南部的话 回到北部的话 要经过撒玛里亚的 撒玛里亚的话 我们看历史上 可以说 在整个 犹太地区当中的话 就是说 当达威死了 当这个 撒拉玛 死了以后的话 整个的 这个 这个 本来是一个国家的 达威建立整个的 可以说 可以说一个国家的 以色列子民 一个国家的 那么他儿子的话 撒拉玛死了以后的话 国家一分为二 可以说 南部的话 尤大 两个支派的 北部的话 成为是 以色列 有十个支派的 然后呢 撒玛里亚地区的话 可以说 属于北国的 南国是尤大 北国的话 是以色列 可以说 当这个 撒拉玛死以后的话 两个 这个国家的话 一分为二 南国尤大 北国以色列 那么北国 以色列的首都的话 就在 撒玛里亚 撒玛里亚 那么在 公元前的 721年啊 公元前 721年的话 就是说 这个北国 以色列的话 比亚兽帝国 所占领了 然后亚兽帝国的话 推行一个政策 就是说 把当地的人的话 让他们 冲军 到其他地方去 然后把很多 外地人的话 就是让他 搬迁到这 当地人住的地方来 撒玛里亚 当时的话 就是说 亚兽帝国 占领以后的 公元前 721年的话 让很多的 其他民族的人 居住进来 然后犹太人的话 就跟 其他民族人的话 就通欢了 所以说 撒玛里亚 这个地区的话 就形成了 很多的 就是说 不传的犹太人 因为跟 其他民族 通欢了 所以说 为犹太人 来说的话 撒玛里亚人的话 是杂种 不传的 所以他们的话 一般犹太人的话 是看不起 撒玛里亚人的 如果说 你们想在 路加福音里面 如果说 耶稣讲的话 善心的 撒玛里亚人的 比喻 可以说 为当时 犹太人的话 还看不起 这些撒玛里亚人的 那么说 撒玛里亚人 跟犹太人一样 也有个冲突的 也有冲突的 那么 犹太人的话 要去圣城过节 有圣城里面 有圣殿 那么 撒玛里亚人的话 他们庆祝的地方的话 他们 他们的圣殿的话 是在 格里金山上的 不是在 耶路撒冷的 两个地方的 撒玛里亚 然后第四章 第五节 耶稣要经过撒玛里亚 于是来到撒玛里 一座城 叫西河尔 靠近雅各伯 给他儿子 若四的庄田 在那里 雅各伯全 雅各伯 可以说 是圣祖 雅各伯的话 有十二个儿子 从雅各伯开始的话 可以说 整个以色列子民 可以形成了 雅各伯下面的话 十二个支派 就是雅各伯的 十二个儿子 所以说 雅各伯的地位 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 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直接是来自雅各伯的 兼着来自雅巴郎的 直接来自雅各伯的 雅各伯的十二个儿子 在那里 雅各伯全 耶稣因行路 疲倦了 就率便坐在全旁 那是大约是第六时辰 我们这里看到的话 可以说 耶稣的话 他有人性的 他饿了 然后他疲倦了 可以说 耶稣的话 不光是天主子 他是真正的人 他有人性的 他行路疲倦了 他坐下来了 然后 那时候 大约是第六时辰 是中午十二点 犹太人的话 是从六点开始算 第六个时辰 开始算起的 早晨 第六时辰 可以说 早晨的话 第一个时辰的话 就是 第一个时辰的话 是早晨六点 我们说 第六个时辰的话 就中午十二点了 好 有一个撒玛里亚妇人 来积水 耶稣向她说 请给我点水喝 在当时的犹太社会 当犹太社会 这个水井是在窜外的 窜的外边的 那么说 人打水的话 也是一个社交的地方 井旁是一个社交的场所 一般的话 就是说 打水的时间的话 一般都是黄欢的时候 黄欢的时刻 人的话到井旁去取水 去井旁去的话 很多人可以见面 很多妇女可以见面 她们可以谈话 她们可以交流 然后这个妇女 大家想的话 这个妇女的话 是中午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的话 可以说 在巴勒斯坦的话 沙漠地带 中午十二点的话 是炎热的 很热的时候 没有人的时候 去打水的 然后这个撒玛里亚人的话 一个人到井旁去打水 这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沙漠地亚妇人的话 可能是被人看不起的 她不愿意跟其他人接触的 避开其他人的 所以她中午十二点 一个人去打水 然后也这样说 请给我点水喝 这句话的话 真的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 一方面是自然了 耶稣的话 累了 坐在井旁 然后馒头去买 吃的东西了 去城里面 那么说 她要干着父亲的话 要点水喝 她很渴 她要点水喝 这是很自然的 在这里方面的话 不光是这方面的 耶稣的话 摆山的话 可以说 很渴了 需要水喝 而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在我们的话 如果说我们看 看这个 耶稣被定死的时候 耶稣的话 说一句话就说 我渴 耶稣被定死以后 实际上说 我渴 我渴什么 就是说 耶稣来的话 真的说 他来的话显示 彰显出天主的爱来 他愿意人的话 能说接纳这份爱 他很渴望人的话 能够去相信他 然后去接纳这份爱的 可是很多时候 人的话 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 面对耶稣的邀请的话 是拒绝的 是不信的 所以耶稣说 我渴 我心里面 真的是 很渴望人的话 能够相信的 可是人的话 很多时候拒绝的 在这的话 耶稣讲这句话 也提醒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 真的说 他能开放他自己 然后能够说 再能去接纳的 请给我点水喝 第四章第九节 那是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 你是个犹太人 咱们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 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话 很不客气的 可以说 你们看不起我们的 我们也看不起你们的 你作为一个犹太人的 怎么向一个妇女 要水喝呢 同时又向一个撒玛利亚人 要水喝呢 东方人的话 就是说 可以说 男女要瘦瘦不轻 犹太人一样的 可以说 当时耶稣的举动的话 可以说超越了当时的 社会的一般的习惯的 像一个妇女要水喝 同时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 所以说是双重的困难 那么这个妇女的话 就可以说 喊不客气 耶稣说 你是个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女的 像一个 同时撒玛利亚人 要水喝呢 喊不客气的 然后耶稣的话 要带领他的话 真的说 从一个物质的水 到一个灵性的水 从一个物质的水的话 到活水的 可以让他 那么说 开他的眼界 然后让他那看得见 有信仰 然后自己的灵性的话 可以 灵性生命 可以成长的过程 耶稣回答说 若是你知道 天主的恩赐 并知道像你说 给我水喝的人是水 你或许早求了他 而他也早 赐给了你活水 这个妇女的话 一定听不懂的 像这个经师 尼格德摩一样的 重生 听不懂的 一个人年老 怎么能入母胎 再生一次呢 这个妇女的话 也听不懂的 她误解了 耶稣讲道话 她说了 先生啊 我们看这个妇女的话 对耶稣的称呼上 又所改变了 从充满敌意的犹太人 到了一个中性的 先生叫拉比 拉布尼 拉比 先生 先生啊 你连寄水器也没有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他完全误解了 耶稣讲道话了 把这活水 看作是普通的 来到井里面这些水的 十二节 这个 这句话的话 就展示出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 开始慢慢的话 对耶稣啊 对耶稣啊 对耶稣三番 有所了解 有所了解了 就说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 雅各伯还大吗 祖先的话 可以说整个 以色列子民是来自 来自伊萨格的呀 然后我们也靠着 喝这口井的水 活着呢 然后你 你的话 要给我们活水 更大的水 活水的话 难道说你比 雅各伯还要大吗 这是外出 可以说 耶稣的讲话 让他产生一些疑问啊 那么说 耶稣讲话 让他到开始 对耶稣本身 有一个新的理解 然后耶稣就要 带他的话认识 什么叫活水啊 什么叫活水啊 耶稣说 凡是喝这些水的 还要再磕的 凡是喝了 我赐给的水的话 将永远不磕 然后这句话的话 真的很重要的话 就是十四节的话 并且我赐给他的水 将在他内 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 永到永生的水泉 在出古迹 当以色列子民 离开了埃及 然后进入这个沙漠里面 他们也没有水喝了 抱怨天主 让天主就让梅瑟 用他的 用他的这个灌杖的话 敲打岩石 从岩石里面 可以说流出水来 从岩石里面的话 成为一个水泉 流出水来 流出水来 那么这个磐石 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话 就开始这个磐石的话 磐石里面流出的水 流出的水的话 那么真正的磐石的话 我们看新约圣经里面的话 讲的话就说 将人欺而不用的废石 反而成了乌角的鸡石 那么说这个鸡石是谁 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话 来了以后的话 要建立一个新的圣件 然后从耶稣山上的话 也流出真正的活水来 那么这也是 俄德尔卡尔先之主的话 四十七章里面 做的预言里面 他说从圣件里面 会流出活水来的 那么说 耶稣基督本身的话 就是这个将人欺而不用的废石 反而成了乌角的鸡石了 靠着耶稣基督的话 建立一个新的圣殿 那个新的圣殿的话 不是人手所建的 是耶稣的身体 然后在身体里面的话 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 那么在这的话 耶稣基督讲了 你接受我赐给你的活水的话 你相信我的话 你跟我在结合在一起了 然后我就是涌到永生的水泉 你相信了我的话 然后在你心中的话 会拥有这个涌到永生的水泉的 就是说一个人跟耶稣结合在一起了 相信耶稣本身了 然后他就会拥有这份活水的 拥有这份活水的 然后这个十五节的话 这个父女的话 还是不是很了解说 先生啊 请给我这水喝吧 免得我再渴 也免得我再到这里来积水 开始慢慢的话 可以说产生了对耶稣一份渴望 愿意去接纳耶稣 赐给他这份活水的 可以说从一个不理解的过程 慢慢开始到理解的过程 时间到了是吧 是的 神父 今天晚上 那我们下节课再继续讲了 第四章的十六的二十六节了 现在就是你们大家慢慢提的时间了 好 想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就是我将会先发 在Facebook的朋友发表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再请Zoom这边的朋友 发表一个问题好吗 OK 神父有一位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神父 当时若翰的施洗 是不是相等于现在的和好盛世 那么说 现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话 所有的圣事 就是七件圣事的话 就是根基 就是耶稣的死而复活 和好洗礼 这个圣起圣事的话 我们都是庆祝 耶稣的死而复活的奥基的 可以说若翰的洗礼的话 不洗 跟这个和好圣事之间 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若翰的洗礼 这是一个做准备的 不是实质性的 真的说 真的让我们改变的话 可以说重生的话 是靠着耶稣的死而复活的 我们信仰了耶稣基督了 然后我们的话就重生了 可以说在信仰当中的话 获得一个重生的 和好圣事也一样的 和好圣事的话是可以说 和好圣事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 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 获得了救恩 然后我们的话就是说 悔改了 然后去怀着一颗信仰的心 去接纳耶稣基督 靠着十字架 为我们所获得的安典 要和好圣事 可以说和好的话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赚取的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赚取了 然后我们直接去接纳 可以说天主应该我们和好了 在十字架上 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和好了 然后我们做了什么 在和好圣诞的话 然后我们这是说怀着一个信仰的心 去接受这份和好的圣事 去接受天主 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和好 这和好的圣事 若汉的话 他是属于旧约里面的最后位先知 他的心里这是做一个 可以说做准备的 做准备的 教会里面的七件圣事的话 都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 可以说七件圣事的话 根基都是耶稣的死而复活的奥及的 好的 谢谢神父 OK 接下来我们请 Zoom这边的朋友有问题吗 有啊 我有问题 好的 请发问 神父我是玫瑰 刚才您说 耶稣是审判的标准 那么 就看我们是否接受耶稣 就是那个第三十六节啊 那信从子的便有永生 那不信从子的就不但不会见到生命 反而有天主的义目 藏在他身上 那我们一般上对于审判的理解是 每个人在世界中穷的时候都有一个公审判 然后就判你是升天堂还是下地狱还是去炼狱 我们的我们一路来的对于审判的概念是这样 然后呢 也很 那这里又说你信了耶稣 你就得永生了 你就不受审判了 所以很很 这个我们那个对于审判的那个概念 跟这里讲的审判的概念 有一点混乱了 好 好 懂你的问题了 其实是 其实在若昂福音里面将审判的时候 若昂福音里面的话就是 你相信不是天主审判我们 是我们自己审判自己 比方说耶稣来了 祂是光明 祂是真理 祂是生命 变成耶稣的话 我的回应是什么 是接纳呢 还是拒绝 如果说拒绝的话 我就说接受了天主的义目 就是审判 若我接纳了 相信了 我就可以说 可以说逃离了天主的审判的 我获得天主的仁慈的 我就有救恩了 可以说审判的话 在若昂福音里面讲的话 不是天主审判 不是在公审判的时候 或者私审判的时候 天主来审判我 看我做什么事情的 在若昂福音里面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 你面对耶稣 审判已经开始了 你对耶稣的回应 就是一个 就是可以说 你的审判的 你是相信接纳的 还是拒绝 不相信的 这就是你的审判的 谢谢 好 神父 神父 我是卢德 我想问一下 刚才第四届 你和德伯说 人老了 要怎么能重生 这样子在十六届 又说到 凡信 他的人不自上亡 反而做了永生 这个重生 永生 怎么样分配 OK 重生的话 是一个可以说 转化的过程 重生 转化的过程 可以说 本来我们是属血肉的 属血肉的话 没有天主的生命的 然后重生的话 就是说 可以说 天主给我们圣神 给我们 可以说 把天主的气息 赐给我们 然后是一个 转化的过程 转化的过程 永生 就是说 我们拥有天主的生命了 然后我们超越了时间了 尽管说 比方说 每一次的 这个 举行 这个追思弥撒 这个送谢词里面 有句话 特别好 就是说 为信仰耶稣的人 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 而是生命的开始 死亡是一个门槛 可以说 通过死亡的话 可以获得一个 可以说 可以进入一个 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就是说 我领了喜了 我相信耶稣基督了 然后这个永生就开始了 永生就开始了 那么重生的话 就是一个转化的过程 可以说 从血肉的生命 转化成一个 拥有天主圣神的 充满天主气息的生命 是一个转化的 我们叫重生 然后永生的话 我相信了 然后我就有 生活在永生当中了 谢谢 好 神父我想带 Facebook的朋友 再问一个问题 他是在问第三章第十四节 为什么要用蛇 蛇在创世纪不是代表魔鬼吗 对 这儿的话就是说 在圣经里面 一方面的话 蛇是引诱人的 然后在当时的话 很多人的思想里面的话 蛇也是智慧 长生的代表 一般人想的话 蛇的话是 如果说我们看的话 现象 蛇是退皮的 是不是 蛇的话 它退皮以后的话 就是说 它可以让自己的生命的话 可以变得更年轻了 然后可以说 蛇本身的话 就是给人感觉 蛇有长生的 蛇有智慧 然后蛇有长生的 那么说 在这一节里面的话 出古记里面的话 可以说 天主跟美色说的话 你造一条铜蛇 然后这句话 就是说 人的话可以说 在这个象征山上的话 人可以看到有长生 人可以获得智慧的表示的 那么说 真正的长生 真正的智慧的话 不在蛇 而在耶稣基督 耶稣说 当我被高举的时候 我要吸引万众 来归向我 可以说 通过耶稣基督 人可以说 真能看到天主的光荣 真能找到永生 真能找到真正的智慧 谢谢神父 现在我们请中的朋友 有问题吗 神父我有问题 好 就是在基督论里面 是说 父把一切交给子了 就是说 耶稣以后会审判我们 可是为什么 那个罗马人书里面 又是说 耶稣时常在父面前 张我们的宗宝 就 如果是耶稣都审判 我们还为我们 撰求什么东西 对了 比方说 在若非那边 面对耶稣的话 就是审判的开始 耶稣 比方说 我面对耶稣了 比方说 耶稣来了 面对耶稣的话 我的反应就是审判的开始 我接纳耶稣 我相信他 还是我拒绝他 我愿意生活的黑暗当中 还是我去接近光明 走向耶稣基督的 这就是审判的开始了 怎么说 这句话也就是说 耶稣拥有一切的 可以说 天主的话 耶稣基督就是 父的表达 通过耶稣基督 可以说 可以把天父 完全启示出来 彰显出来的 可以说 父所拥有的 然后子都拥有了 因为他是 父的表达 完全的表达 谢谢神父 现在下一个问题 是Facebook的问题 就是请问 在第13节 耶稣已经降下了 为什么还说 人在天上的人子 耶稣的话 耶稣是可以说 是跟天主在一起的 是不是 他是天主子 然后他的话 成为血肉的 然后他成为血肉的 耶稣基督 还是天主子 还是跟天主在一起的 可以说 在耶稣身上的话 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 他有两个 两性 一个是人性 另外一个是天主性的 可以说 耶稣基督是 成为血肉 成为血肉的天主子 是天主子的话 就是在天上的 跟天主在一起的 不要把天 认为空间的天 这个意思就是 表达耶稣的神性的 天主性的 神性天主性的 对天主来说 没有空间的限制的 谢谢神父 Zoom那边有问题吗 Zoom变成白白的一片 看不到东西 对 我在处理 不过你可以先提问题 Zoom这边有问题吗 可能是打雷 没有的话 我就带Facebook的朋友问 Facebook的问题就是 请问神父 若汉是如何得知 他四位耶稣基督 暴露的前驱呢 那么说若汉的话 他很清楚的 他就是说 他知道自己的话 是蒙昭的 我们看的话 整个路加福音里面的话 可以说 他的诞生的过程 然后他整个成长过程 成了以后的话 就到矿业里面去 开始引修了 做一个苦行的生活了 他很清楚的话 他能感受到了 然后他来的话 就是要为这个 要来临到墨西亚 做准备的过程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看的话 三不中间福音 马尔沽 马豆跟路加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在耶稣之前的话 首先是若汉的宣讲 然后若汉的话 带人人的话 走向耶稣的 所以说若汉的话 就是他作为先知的话 他能感受到的 他的使命的话 就是做耶稣的先驱的 为耶稣铺路做准备的 谢谢神父 下一个问题是 Zoom的朋友 你们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 我就再带Facebook的朋友 再问一个 就是如何解释 若汉是旧约最后的 一位先知 而新约的第一位 墨西亚见证人 是怎样解释 这个曲子 如果说我们看的话 整部的圣经 圣经里面的话 就是说 最后的旧约一位先知的话 是公元前的第四季 马拉基亚先知 然后公元前四百年 公元前四百年 一直到若汉的话 都没有先知出现的 那么说若汉来了 可以说 他是可以说是 他是可以说 一方面的话 是继续先 旧约的先知 另外一方面的话 是旧约的 另外带领人的话 走向新约的 可以说若汉的话 出的一个门槛的 从旧约到新约的 一个过渡的时间 可以说 耶稣生活的时代当中的话 那么很多人的话 开始的话 就是首先的话 是听从若汉的 然后耶稣来了 可以说 带来一个新的开始 耶稣的话 马尔姑福音 第一章第十五节 耶稣经里完 就是时期满了 时期满了 天主的国能尽了 你们悔改 信从福音吧 可以说 耶稣来的话 就是旧的时期 结束了 然后新的话 一个时期开始了 可以说 耶稣的话 是一个分水岭 在耶稣身上 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时期满了 开始了 那么若汉的话 可以说 在耶稣之前的 为耶稣做准备的 好的 谢谢神父 中这边的朋友 还有问题吗 因为Facebook那边 还有多三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天主的意怒 是指什么呢 我们想的话 天主要发怒的 其实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说 天主的话 对人的爱的话 永远不会改变的 可以说 天主经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这是一个最高表达了 可以说 从天主的创造 到召教亚巴郎 到开始以色列子民的 整个历史 最后的高峰的话 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天主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的话 派遣了自己的独生子 到世界上来 可以说 天主的话 整个的话 就是一个爱的行动 带领我们的 可是面对天主的爱 人的反应 人的反应的话 如果说人拒绝了 那就是 接受了审判的时刻了 然后表达的话 就是天主的意怒的时刻 不是说天主发怒了 天主惩罚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 惩罚了自己 因为我们 不愿意接近光明 却愿意生活在黑暗当中 却愿意生活在死亡当中 这就叫天主的意怒 我们的话 自己的话 拒绝天主的爱 然后拒绝去接受光明 愿意生活在黑暗当中 愿意生活在死亡当中 这就叫天主的意怒 好 谢谢神父 这边的朋友 还有问题吗 OK 因为时间到了 那现在还有一两个问题 我会把它写下来 再寄给神父 下节课我们再回答 好 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先想感谢我们的 Facebook大使 四天跟美灵 帮我们compile这些question 也感谢孟玄为我cohost 现在我们请神父 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祈祷 一父及子 及圣神之名 阿们 全能人世的天主 你派下你的圣子 到我们这中来的话 为拯救我们 你的圣子的话 就是光明 就是真理 然后他来的话 是把光明跟真理 带给我们 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邀请的话 我们是一份信仰 愿意去接纳他 相信他 认识的天主 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德 然后开启我们的眼目 认识耶稣基督 他就是光明 他就是真理 回了一颗幸福的心 一颗依靠的心去接纳他 然后获得生命的改变 去接受活水 接受重生 我们这样祈求 神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祝大家一夜平安 感谢天主 神父晚安 大家平安 谢谢大家 大家星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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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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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神父 这小빛 帝 콜�лин bracelets